我們這個model呢,其實你做了很多題目就知道的,沒理由寄了它 特別的字引,例如laminar,是一個很薄的pin uniform,就是dancing uniform,dancing consonant 這些字引一望就知道什麼,我就不說了 這些其實都不用看的,它說有不同的forces,這些unit那些 大家都有讀physics的,這些是定式的,正常的 那你還有一些不同的forced diagram,就是我們俗稱的fibroid diagram 那些名字和physics都沒有什麼分別,都是normulation,weight,friction,tension 還有兩個forced,其實physics不太常用,例如frust 例如這個人走推,它都叫frust,但通常可能我們會 用在飛機啊,車啊,那些地方,那個engine推著車子 給車子向前的forced,那個叫frust 那briance就是浮力,沒有什麼特別的,應該是 那我直接開始做第一課了,那第一課呢,其實你,你們學的時候 你是跟DSE那個去學的嘛,是嗎?我知道 你之前跟過DSE一次學一次,然後IL就跟一次再學一次 那我們concentization的motion呢,其實你跟DSE那個部分 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只不過呢,它的terms呢,可能會比較麻煩 那你來看一看這條題目,你不要看到D字就覺得 它是什麼symbol,你可能要先看這個題目 因為它用的symbol和physics用的symbol有些不同的,是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數學physics和firm math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 你firm math你的answer呢,你可以express in terms of fashion 可以用分數表現,但是你physics就不行了,是嗎? 看到了嗎?好,那你,其實呢,你學呢,其實你,大家都是呢 看看那些example,看完的example,做一下exercise 那是完的,那我可以下一課 正常我打算是一天教兩個chapter的,那個速度 反正大家都學過的,是不是? 所以其實應該不是很難的東西 那例如這個dispacement呢,這個是dispacement time graph 那他首先問你partA呢,問你fh velocity for each stage 那他應該是分了三個stage的,是不是? 那這個stage,那你不就,他用kilo meter per hour 那你會把minute轉回到hour,是不是? 那你不就前面那一段,你一開始去到A那一段,你不就是 就是5kilo meter除回0,有over3,然後這段是0,是不是? 那這一段,那你留意,有分證符號,dispacement 那你這裡有b去c,其實你那個dispacement應該是 你會計算負5的,負5的 負5的 那你留意那個時間,那個時間應該是15分鐘,即是四分之一 那這樣算出來是負20 OK 完 就這樣吧,OK,好 不難了,是不是? 那然後partB,就問你fh velocity of the whole journey 那你整段來說呢,其實dispacement是0的 因為你會,你會知道,其實這個graph是最尾c,就是dispacement0 所以你的overall的dispacement0,所以你的fh velocity也是0 OK 但如果你的partC,問你fh speed,你留意呢 speed只會永遠是正數的,speed不會是負數的 addistance也會永遠是正數的,不會是負數的 那如果它從這裡到最後回到這點呢 它的dispacement是0,但是dispacement不是0 你有沒有人可以說知道dispacement是多少呢? 那這個total distance應該是 你0去A那段,就是向前走5km 然後A去B,其實是正值的 那你B才是回到原先的位置 所以你的total distance是10km 大家有沒有問題 它有很多條問題都是這樣 陰理的 是不是叫陰理呢?我也不知道叫是不是陰理 那這些不是說很難的東西 應該是不是 那這個total time呢就是65分鐘 那你自己會轉做hour的啦 那你會做的,是不是 那我相信不是說很難的,OK 那跟著呢,就完了部分就去exercise的了 那我就只做一題就算了,好嗎 那來,我們看一下第三題 這樣吧 應該不會太快,應該是 很慢的 好了,那它由10點開始 早上到10點開始,開始走 然後我展示一個dispacement time graph給你 那然後呢,然後work out 或者是 between10至11秒 啊,你可以隨便catch screen 那我 我都會catch一下的 不過,我覺得這些太簡單 不需要catch吧 那你那個 那個 啊 有些問題 怎麼work out 之後再在 後面這裡有一句 東西呢 OK 那你10至11的時候 你的dispacement是12km 那你一小時,是不是 那你就12km per hour 完 part B 計回一個時間 when sarah 去passes her home 大家有沒有什麼idea 不知道怎麼計 呢 即簡單來說 其實他想叫他計回這個point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這個項目它不是一半的,它不是這個格子一半的 你放大它來看就知道不是一半的,你用一些數學方法去計算 OK?你用數學方法去計算,即是怎樣計算呢?那你這條直線來的 那你這條直線,那你要超過這點,其實就像是當Equation of Strict去計算 你怎樣計算都無所謂,總之計算是答案就可以了 你不用很嚴謹,好像數學那樣,你弄完Y的MX加再計算 那你可以這樣計算,那你這裡 這個是T,這個高度是12 然後你找回另一個perfect point,這條graph上面 那應該在這個位置是10,然後這裡就是一個hour 那意思就是這個slope,這個線上的slope是concent 那所以你12除T,就應該是10除1的 那你T就是1.2的hour OK? 讀讀 這是part B 但是1.2的hour還未完的,你要轉回做 1.2的hour即是60分鐘,對吧? 就是1hour是12分鐘 那你自己寫回那個時間 那我這裡開始是11點半開始的 那你就是12點42分,OK? 那這個才是你的最後答案 如果我計算錯的話,我就知道 我沒有計算機 那我現在看你,他說pass her home for 3km before returning 是不是這個displacement height 3? 嗯 是啊 哎呀 是啊 這麼有趣 for 3KM 嗯 哦不是 她說continue past her home for 3KM 她回程 她經過家裏之後 繼續走 3KM 是說這一個3KM 哦OKOK我明白 是啊 其實提起題目一開始是離開家裏的 即是你一開始的displacement 是零的時候 是她的家裏 OK 所以我剛剛這樣算是沒有錯的應該是 這題目是 即是這樣的 即是點位置想計 就是部分B想計 有時候M1那些就要看一下這題目 即是她出過些 即是出些什麼類型 你看看 讓我開個椅子 怎麼這麼熱的 你等一下我開開冷些冷氣 好 好的 好的 好 接著是Pass C 那你計算 對不起 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3KM 為什麼你不是計算到最低 而是計算零就是停的 因為證明是3 她可以通過她家裏 3KM 那不是應該是 不不不不不 你誤解一條題目了 她問你呢 她什麼時候回家 什麼時候經過她家裏 經過家裏 就是displacement零的時候 她家裏是displacement零的位 哦對 抱歉 是的 那Pass C 然後計算到最後 last two stages of她的 draft team 那你 last two stages 即是你 那兩部分分別就是 這一部分 和這一部分 那你前面那一部分 其實你前面都夠有slope 那你的slope就是 10除1 但是你要留意 你要寫回負數 因為它是displacement的負數 那你最後一部分呢 其實你 為什麼要給你3KM呢 其實你的目的就是 告訴你這個graph 這個高度是3KM 對嗎 因為你看這個graph 你不可以 100%肯定 它是中間 對嗎 明白嗎 那你最後一部分就是 剩下3KM per hour OK 那如果你說要計算 FH speed 的話 那你先計算一下 distance 那你走的distance 其實就是 你逐一部分看 一開始 一開始 一部分 向上的 就12 跟著它就 中間靜止了 0 跟著就 它由12 去到-3 的位置 其實走了15 是不是 再由-3 去回0 就走了3 其實你慢慢計 就應該會計對的 那所以它的 FH speed呢 那你總共用的時間 4個hour 就是30 除4 那你7.5KM per hour 好 我先進行圖 那大家看看 還有沒有問題 你跟題目的 那些unit 其實你基本上 你KM per hour 或者是m per second 這樣 是 所以我們很少 用KM per minute 這樣 這麼奇怪的unit 好 大家 我可以再傳回圖 給大家 完了之後 那但是 這個問題大家 小心看英文 OK 小心一點 看英文 對 就是VS的部分 不難 數個部分 不難 那你不做了 這些簡單題目 你開始 那你不花那麼多時間去 那你第二個就是 這個velocity time graph 那這個velocity time graph 其實那個area 代表dispacement 你知道吧 那個slope 就代表一個acceleration 那你這個graph 其實我不做了 因為不算太難的 那他part a 其實他叫他計就是 頭12秒的dispacement 你計這個area 就是體型面積 大家也會計的 底成功除二 上呢 加拿底成功除二 那part b 就計回 那 留意英文 at which 他decelerate 其實就是在問你這一節 的是不是 那個weight 其實是在計他的 deceleration 或者accession 那你的slope 是負數 就照寫負數 你可以寫 accession 是-1.5 meti per second square 你也可以寫 deceleration 是1.5 他這些 M1 或者mechanics 他deceleration assume了他是 減速那一節 是的 其實他不會寫 負值的 現在deceleration 完 那一樣 而已 那 例如他叫他 scatch speedtime graph 他有時候 他給一些文字 描述你 那他自己畫 那個graph出來 就算他不叫他這樣做 其實可能自己有時候 畫那個graph出來 會簡單些的 那part b part b 就要計回 total display 其實都是一樣的 上底下 上底下 下底成功隨意 那 算回大T 應該沒問題的 對不對 好的 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看看這個 我們選一些難一點 例如第七題 這樣 這個幅圖很難一點 感覺上 那大家要看一看 那他走100米 100米可以這樣做 應該 然後 就 是廢話 這個是 一幅圖上面顯示了 所以廢話 這個是廢話 這個是廢話 那你最後 這個都是廢話 就是整段都是廢話 就是 除了說你知100米 其實就是 代表這個graph的area 那你可以 用一分鐘時間 你試一下 算一下 那我直接 寫個答案在這裡 好嗎 你要 你要show step 你考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可以不當這個 體型 長方形加 正方形 不是 你可能 你可能 長方形加 生活形都可以的 看你喜歡 沒什麼所謂 這個是 20 40 30 40 3 減少 40 那大家看看 算出來的答案 是否一樣 可以 看你 10 3 不太好 了 10 3 很漂亮 你沒見過 你沒見過 那些答案 又有 2 2 又有分數 你都沒見過 10 3很漂亮 那些答案 那大家都計算到 如果你有問題 你隨時要開咪 那些答案 應該好像沒有錄到你的聲音 放心 9 3很漂亮的 那些答案 我打算 不要打算 Fair Math要很長時間 我以前和這學生 一個星期上一堂 夠了 大家聰明一點 還要聰明 比以前的學生 好了 那你 de-assetion of the power code in the first three second of the motion 那你其實這個不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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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是計算 10over3 就是計算是計算而已 那長3 那 那 強調一次 不要相信自己的心算 你大家全部都是自己讀機 OK 是 完 但是最重要是這個unit 對 OK 那不難這條題目 20over9 是吧 嗯 嗯 我不要記得 那個答案一定要是 popper fashion 還是impopper fashion 都可以 即是大分數還是假分數 我不要記得 之後再看一些marking scheme 你再看 好嗎 嗯 那你第八題 就是自己畫圖的 那 我不做了 好嗎 因為其實這些不是很難的 是沒有理由 我相信 對 所以我不想浪費時間說 好 那 那這個assetion time graph呢 那你留意一樣的東西 那個area呢 你dxc學過的話呢 我不知道你學的時候 是不是說是等於那個velocity 還是change in velocity 實際上來講 應該是等於那個change in velocity 不是那個velocity 來的 那你看一下這個graph 那我們計算一下 那個change in velocity 0-10秒 那就是這個 你計算area 是不是 那然後呢 那留意那個change 那個change in velocity 其實都是正負值之分的 所以其實 如果你說這個area 其實 少有三小識計 40 那這個area 少有三小識計 是不是 那就是18 就是-18 那所以 如果你原先 這個change in velocity 那你看part b 如果原先是15 的話呢 那你過了16秒之後 其實應該是15 加40 再減18 那你計算出來就是37 那這個才是個velocity after16秒的 OK 那part c 其實這個就是以前physic 有學過的東西來的 其實你就是 畫回 那些graph出來 那 那你留意 它一開始的initial velocity 不是0的 所以你就不是0開始畫的 其實你計算了數了 所以其實15升到55 是不是 然後再跌回到37 就是graph類似 很噁心的樣子 OK 那你畫完這個graph 其實你可以 計算這個area 就可以計算一個dispacement 就這樣 可以嗎 好 其實我有問題 你開聲可能跟我說一句 因為我的checkbox 我不是經常看 我不知道有時候你打了一句東西出來 我不知道你打了 我不知道你打了 那你exercise 只有這裏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需要做 那就是 例如這一part 那你就是 這個assession 是負數 0 整數 圓 圓 圓 好了 然後這堆就是equation of motion 那我相信大家 背了掛 那堆equation 是不是 那就是講這堆的 那我們 都不用看的了 那我們直接 想不去看呢 可能看一下 因為有三個object的motion來的 這個 你看 我們今天已經 那半個鐘 已經講了 六份一了 這份東西 那你這裏 那你就是example 6 那我會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with constant dissertation 那你留意呢 就是如果可以講 decision 你的a就要用負數的 負1.5 他本身的v是8 然後那個 v變成2 那time ticket 你可以用回 v等於u 加a t去計 那這樣做到的應該是 那你的distance 你可以用回 二份之一 你用什麼都可以的了 ok 那我覺得 我不用再做了 過去的問題 我就是這樣 飛輸的 ok 那大家 我覺得這些不難 是不是 都真的不難 我最好看一兩題題目 ok 我最好看 例如 十二十三個 我們看完它 好嗎 最重要的這些問題 你看完之後 你要懂就知道 可以分了段 分了兩段 第一段是開始加速的 你的a就是x 之後開始減速 你a就代回負 嗯 啊啊 那麼 a就是-2分1x 這點位置的velocity 就是x 這個時候開始是0 這裡是5分1 對吧 最後都是0 那你計算x是多少 你可以跟你說到這裡是頭20秒來的 那你就5等於0 加x乘20 ok 有沒有人說 只有x是unit呢 是x不用unit的 是x不用unit的 原因就是你要對回這條題目來看 因為它本身這裡呢 x是有扭著unit的 所以這裡x不用unit的 ok 基本上呢 他問你那些unit 通常呢 他都不會帶unit的 mechanics裡面 我講IL裡面 不是講physics裡面 所以在某程度上 好像考physics 和考IL mechanics那時候呢 好像兩個不同的 logic 就是有一點點 然後你 partb 就計回total distance travel 那這個你看你自己喜歡怎樣計 那你可以用回equation motion也可以 你又用回 畫graph也可以 你喜歡點也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ok 那你 看你自己喜歡 那你可以用回equation motion的 那五條呢 或者你那四條呢 你任意用 ok 不用 那你可以一開始用s unit 加回二分之at square 又可以 你喜歡啦 就是可能二分之1u加v成t 這樣 跟著呢 你就減速那一部分呢 因為你沒有那個time 那你可以用回v square 然後u square 再加2s 好嗎 中幾個 這個百分之1 對 那你可以計一計個s 那這樣計個s 其實應該是100的 是不是100呢 所以那個total distance呢 就150了 OK 完 好了 我們賣盡了 我們講得很慢 一課都沒講完 真的 好 來來 跟著去到 第 誒 我過了 一課都沒講完 我們做多一題算 十三題啦 十三題呢 就是moving a concentration in a straight line 它經過三連分別的speed 就是20 30 45 time to move from a to b 就是t1 那是concentization的 那你show這個t 嗯 show這個t2 其實應該不是很難 是不是 那你寫回兩條cretion 那你v等於u加a乘t1 那你就v等於u加a乘t2 是不是 那你10等於at1 那你又15等於at2 那你兩條式相除 是不是 那你們做數呢 其實呢 我不知道你們會怎樣啦 因為 最緊要記得 不要經常做substitution 盡量 做division 或者multiplication 那就做完的 ok 繞了 完 part b 從c 由a去c 就是 50秒 計分個distance betweenab 其實呢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給5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就給5分 就是實際 你考試的不是5分 應該是 45呢 就等於20 再加a乘50 即是那個50呢 其實用來比你計 就是比你計個a出來的 嘛 那a呢 就計0.5 那這個distance from a to b呢 這個a到b來的 那你可以 不是喔 哦 是 那你沒有t1的 你有t1加t2 其實我都想你 哦 我不是的 那我應該 我想得複雜 其實一樣 沒什麼分別的 都可以的 我想這個題目的原意 是想你呢 就是t1加t2 就等於5分 然後計回t1出來 那你t1計出來就20的 那用回二分之一 u加v乘T 應該500m OK 就這樣計 就算了 distance from a to b 但實際上 考試不吃5分的 就是你們 嗯 這樣就5分 不就很著數嗎 好 好 OK 那這裡有entro distance from a to b 最後那兩條式 其實做題目都是這樣做的 只不過可能提一提 你這條式呢 通常你dse本書不會寫的 是啊 那我show show你那張圖給你看 其實為什麼有五條式呢 其實 有五條式呢 有五條式呢 其實 有五條式呢 有五條式呢 那一條式呢 因為呢 總共有五個暗孔的 T A U V 和S 每條式少一個暗孔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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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五條式呢 對嗎 很合理的 就是換言之 這個logic 做題目的logic 就是呢 你知道任意三個暗孔 那你就可以呢 就找 用其中兩條式 去找其餘那兩個暗孔 對嗎 就是你最少要知道三個暗孔 對嗎 所以你看題目呢 要留意一些題目的條件 Dick condition 你看看有沒有給你三個暗孔 給你 正常一定有的 對嗎 對 那這裡其實你也是照代數的 也是照代這些顏色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的 對 都是照代數的 只不過你留意 他經常都是這樣的 那你給你的Designation 你要記一番A 要代複數的 就是這樣 那這裡回頭 那些學生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他回頭的話呢 那其實很多時候都會 當是分開兩段去計 其實是不需要的 你可以同一段去計都可以的 就是你不需要分兩節 那些學生很喜歡的就是 向前計一節 回來再計一節 這樣分開兩段去計 你一段去計 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呢 這五條Eccation of Potion 只需要兩個條件 就能用的 第一個條件 就是他一定要走 Strict Line 直線 第二個條件呢 就是他一定要是 有一個 他的Motion 一定要是 Consent Assession 就這兩個條件 OK 就是這樣 那我們 我們 都是 我們做最後的兩題 其實好像你整個課 都是review 你上學的東西 是的 好 第十四題 看一看 PQs are moving along the same straight line with concentration Session 2 3.6 這題目呢 可能這些字眼 有些複雜的 就是你 你的A點那一陣子呢 P的速度就是4 我喜歡這樣寫 我不用寫虎人 那你這個T點0那陣子 記住 你Q的位置呢 你Q我走那個 他的A就是分別就是2 和這個A就是分別3.6 的 T人1的Q才開始走的 OK 才經過A點的 OK 那 write down expression 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寫到 你這裏呢 這次我們有什麼呢 其實我們有A 有U 還有 你express in terms of T express the distribution in terms of T 即有U有A 有T 有A 那我們很明顯用的那一條 就是 S 和 U 加 半 80 如果這個 Dispacement P的話呢 那你就是 4 4 T 那你再加上 2分之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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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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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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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沒問題 用沒有問題 那你只要把 你只要將 只要 expand 它 那這個我就 不 expand 它 OK 那 expand 完之後 那就應該做到的 然後 part b 就要計算時間 time t 多兩個particle meet 那什麼時候會 meet 那就是兩個 這個dispacement 那個point a 是一樣 即sp 還是sq 不如給時間 你試一下 solve 它 看你解決不解決 所以我可以不揭穿 我要把筆 我拿了紙 我拿到一張紙 我拿了紙 你先記住 你先看 很多時候就有ILD題目,尤其是M那些,你計數小心一點就可以了,難又不是很難的 還有你Solve的過程是不算分的,我稍後再跟你說什麼意思 我希望你不要算錯 我覺得很漂亮的答案就是不要錯,我漂亮的答案就是不會1加2分2 通常你計完之後就知道你是不是一樣 這個要寫時間,不,這個不用寫時間了,其實只有3秒之後 我們記得6或者-4分1 因為這個M,就是這個M,你要寫上是OA-4分1,你再拒絕答案 這樣會完整一點,數學 另外兩位同學,大家算不算到呢? 算到 好,那我們就算完就算到舊的東西 Find the distance of A from the point where the particle meet 這個不難,你算完的時間,你代回到其中一條式就可以了 放心,M1其實不會不夠時間做的,對了 不過不要低分了,OK 即是不要,我不會說 我決定就是60m 完 OK 這類型的問題是很普遍的問題 即是可能他遲幾會出發,那你要自己識識去看 好,然後第15個呢 你先看一次題目 你先看一次題目吧 去PQR 去PQR 你留意一件事呢 他沒有說過一開始P點位置的速度是0 所以你P點位置,你都要仍然當是一個速度U的 好 來看看 那,你要想一想就是轉不轉Unile 就是剛剛你問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說速度 你描述在Qm per hour 都是一個很 Common 的選擇 但你要想一個問題就是 那你課過acceleration呢? 這個acceleration 它是 如果你這樣express 你就變成 kilometer per hour square 是不是 我好像沒見過 那些題目是這樣 那個acceleration 是 kilometer per hour square 你照這樣express 我覺得 不會說你錯的 數學上 又不是考你physics 那所以我 我照這樣express 先 2.4 11.5 那我 給大家看一下大概這種問題 怎麼做 physics 有physics的方法計 有另一個方法計 但是去math 就通常用這個方法計 還有你留意到一件事 part b 去問你這個東西 就是很明顯這個東西 應該不等於零的 你明白我說什麼 其實你就是寫兩條equation 來解決它 第一條就由p去q 第二條就不要q去r 直接p去r 那這個就是2.4 dispacement 那你是ut t是給你的 對嗎 1 ok 那你再加回二分之一 a乘一記次 那下面這段呢 p去r 因為呢 我想這裏都用回 initual values 也是u 那你兩條式 你可以解決兩個項目的 你的time就是2.5的 那這個呢 就是11.5 再加點4 就是13.9 好了 那又到大家解決 equation 的時候了 那這個答案幾噁心都好 你都不要 將它轉小數 好 我希望我沒有計錯 應該沒有計錯的阿南 應該沒有計錯的阿南 是不是一樣呢 嗯 我想問大家怎麼解決那條 equation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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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不如我給大家看一下那些marking 就是有什麼地方你可以偷雞的地方呢 大家要善用一下偷雞的地方 因為這部機器呢 本身內置了soft 實物聽視訊的功能 那我懶得 那我直接是用實物聽視訊來解決的的 就是這樣啦 那我不如我不浪費時間 solve啦 好嗎 就就就就這樣啦 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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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不是 那麼2.6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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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意呢 這裏 G是拿9.8的 Physic是拿9.81 你不要 兩個 總之你拿9.8的 你不要 拿10的在9.81的 因為它改捐方便一點 不過你也是拿9.8的 因為題目寫了 那這些題目其實沒有什麼分別的 OK 就是跟以前這些完全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呢它是有一個 是9.8的 而已 然後這份就完了 好 好 那看完呢就是 小小題目 好嗎 10 看 10 12 好嗎 12 那這種題目呢 都是比較普遍的 就是兩個波箱撞這樣 你計回距離 由A點出發 拋的位置 它的距離是多少 就是這裏開始計的 OK 我這裏叫X 我這裏叫X 我放到top of the tower 這個就是40米來的 波A波B 你有很多不同方法去表達你的答案的 對 例如我這樣寫 可能會怎麼說呢 怎麼說呢 Systematic 例如你說 Displacement of the ballA 對 對 這個你留意 我這樣寫 我是當作down words是positive的 你寫的 其實你不需要指明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這樣 你用這個simble 向下 你喜歡吧 或者自己寫清楚 因為 因為你最後做數 你做到就可以了 通常都會說 但你down words是positive A是拿正數的 A是拿正數的 那你就5乘t B 再交2分1 乘9.8 再乘t 的意思 OK 那 SB呢 它是向上的 我拿是 拿upper 是positive 你留意 就是兩個particle 兩個不同particle 你的motion 你拿的正負方式 可以不同的 是沒問題的 反而你拿一樣 就會麻煩一點的 因為你B 如果你當都是向下正數 那你的displace 是負數 你又要減掉 這樣有點麻煩的 可能 那這個就18t 那那個A 就是拿負數 這次 是不是 那這個什麼時候會 撞到呢 它撞到那個時候 就SA加SB 就是 那個46 是不是 那你可以solve 那個time出來的 那個time就是2秒了 然後它要計算 就是那個distance 那個distance去 相當 從那個pointA 就是一開始那個A的點位置 就是 它在問你 就是SA那個 那就是 5乘2 再加2份 然後乘9.8 乘2的square OK 應該好像是29.6的 應該好像是29.6的 就是這樣了 有沒有問題 所以 是 我想問我一個問題,我想問,因為你現在設定了一個優勢,之後你加起來的時候,不是應該轉換減嗎? 你要這樣想呢?就是,我SA就... 弄走了 SA是拿向下是正確的呢? 那你...那現在向下動了在29點6,是不是?那個時間,其實你SB那個就向上,這個是拿正確的,SB的話 那你兩個都是正確的,那你加上兩個正確的,加上40個 OK,OK 所以拿負數反而麻煩一點,我覺得 你負數要想哪個選哪個,還要 是啊,你加數不用想,兩個正數不一定加上46 好,這題你自己回去做吧,十三 你自己可以,其實可以直接做PASA法 它有些PASA可能比較難,類似這種類型的問題 就是,它一開始畫的Graph出來之後呢,有兩個Unknown 然後你Show這個,然後找兩個Value 都是很Common的題目 是啊 好 那我們呢 我們下次就可以講一下第二,Tether 3 Tether 3很短的課 半個小時講完 哈哈 對,介紹這個錯課 接著,它可以去到少許Tether 4 是啊,那我們 可能是十月之內就可以完成了,N1的那些 對 我想問你有沒有個群組的PASA paper 我回頭發給你,好嗎 OK,好,謝謝 好 還有還有問題嗎 那你自己做吧,你去PASA法 我找到特案給你吧 那你自己做完自己對,不懂做文,好嗎 我不幫你改了,沒有時間幫你改 好 但是那些是全部都是IL的,是不是 還是 是啊,全部都是IL,做IL就夠了 你做到滿了十幾年,十幾年PASA法 一年考兩次,就是二十分的PASA法 就夠做的了 你這些題目重複再重複,你做到不想做 就這樣吧,我們下星期再見 我們應該明天再見 不是的,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